五方斋粽子 今天的农广天地为您介绍五方斋粽子的制作工艺敬请关注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农广天地我是曾璐 我国疆域广阔有关端午的民俗风情有很多 但不管从南到北似乎都与一种美食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它就是粽子 粽子是端午节汉族的传统节日食品 由粽叶包裹糯米争执而成 每年的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会动手包上几枚粽子欢庆节日 粽子的造型因为各地的民俗风情不同而有所区别 说法也不尽相同 而我们今天要给您介绍的五方斋粽子就是江浙地区非常出名的一道美食 粽子是一种农具着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食品 起源于我国春秋时期 有关粽子的文字记载我国文字学的开拓者东汉时期的许慎 在它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就有粽 颅叶裹糊米亦叫鼠叶 或作粽这样的描述 通过这支言片语 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了解到 当时包粽子所使用的包裹物是芦苇叶 而粽子里面所包裹的馅料是鼠子 到了近代粽子被定为端午节食品 随着时代的变迁 粽子开始多样化 在明朝时期 人们开始用若叶包粽子 若叶是河本科竹类植物若竹的叶片 这种叶片具有的各出清香味道 使得粽子的味道变得更加诱人 至于制作粽子的馅料 早已不再局限于数字 糯米以其蒸煮成熟后具有的润滑口感浓郁香味 成为了主流 并且在糯米中添加了红枣 板栗 肉块 红小豆等各种辅料 粽子的味道逐渐开始千变万化 过端午节吃粽子 字号取名为五方斋 寓意五谷芳心 他制作的粽子 工艺烤灸 风味独特 尤其是他制作的大肉粽 以其糯滑爽口 香而不腻 瘦肉块大 俗而不柴的传奇味道 得到了广泛青睐 五方斋的字号名造一时 正是张锦权经营的五方斋 开启了五方斋这个老字号的百年风雨征程 岁月荏若 时光流逝 一方小小的若叶 包裹着一颗热腾腾的粽子 传承着五方斋粽子的制作工艺 也传承着五方斋粽子的味道 那种 糯而不糊 肥而不腻 肉嫩味香 咸甜适中的独特味道 2011年 五方斋粽子制作技艺 被列入国家第三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传承中坚守 在传承中创新 近百年来 五方斋粽子不断地超越着味蕾的感觉 不同品种 不同的味道 五方斋粽子在不断满足着味蕾感觉的同时 其传统的制作工艺 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994年的时候 我们建造了专业的粽子工厂 在1995年以后 粽子的工艺也逐渐走向了标准化 原来手工的这种逐渐开始以流水线的机械化的方式 研育出来 五方斋粽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在您品尝五方斋粽子美味的同时 我们一起走进现代化的生产车间 去探究粽子美味背后的故事 粽子所用的包裹料是若叶 若叶中含有大量的醇 泉和肤南等挥发性物质 正是这些物质的存在 使若叶具有了特殊的清香味道 也正是这些物质含量的高低 决定着若叶的品质 并直接影响着粽子的品质 每年的七八月份 工人就会深入山林中采集若叶 这时采集的粽叶不仅挥发性物质含量高 也面宽 而且厚薄适中 柔韧性强 用这样的若叶包裹粽子 既能保证粽子的外形质量 又能够使其别举清香 糯米是五方斋粽子的主料 也是极美味的灵魂 糯米品质的精华 不仅是大自然造化之功 更是心情耕作之功 天时地利人秦 使得糯米粒粒饱满 脚银如玉色泽光亮 制作出的粽子口感绵软 而不是韧性 爽滑且有嚼劲 唇齿流芳 芳香四溢 一口难忘 大肉粽是五方斋粽子的传统品种 大肉粽的馅料中包含两块瘦肉 一块肥肉 糯米的芳香与肉的香味混合在一起 吃上一口爽滑中夹杂着劲道 那种对唇齿的刺激与诱惑 真可谓达到了极致 五方斋对于肉的选择要求 几近苛刻 瘦肉必须要选用猪的后腿肉 这可是五方斋粽子坚持了多年的老规矩 肥肉选用的是猪脊被肥镖 粽子经过蒸煮后 肥肉就会化成油水与糯米融为一体 使得五方斋大肉粽香味十足 不管是瘦肉还是肥肉 选用的都是冷鲜肉 冷鲜肉又叫冷却排酸肉 屠宰后的猪动体 在0至4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 储藏12至24小时 这个过程叫做排酸 通过对猪肉进行冷却排酸 一方面猪肉中芳香类氨基酸物质会大量累积 使猪肉变得香味浓郁 另一方面通过冷却排酸 猪肉中的瘦肉部分会逐渐变得松软 从而利于入味且口感松软 好原料出好粽 五方斋对于制作所需的各种原料 选择要求都十分严谨 采摘后的弱液 要经过清洗处理 去掉表面的尘土杂质 清洗弱液需要两人合作完成 在机器的一端放入弱液 在机器毛刷滚轴的转动下 在流动清水的冲击下 弱液就从机器的另一端滑行出来 经过清洗的弱液 又焕发了绿色生机 清洗好的弱液 按照宽窄长短进行分级 装框 大的叶片用于包裹个头大的粽子 小的叶片用于包裹小个头的粽子 包粽子所使用的糯米 也是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经过严格筛选的糯米 人工加入除米罐 经过输送线 到达桃米流水线的传输带 一条条水柱喷铃而下 米粒缓缓移动 整个过程似乎很短暂 但是糯米经过此处的同时 已经完成了洗头 清洗干净的米粒 会转移到平稳的传送带上 米粒在上面缓慢的前行 到了最顶层的尽头 就会被刮下来 落到下一层的传送带上 这样曲折反复 要经过五次 米粒经过六层传送带 共需要两个小时 这个缓慢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对米粒的浸泡 浸泡好的糯米会被传送到这个大的滚筒里面 这个大滚筒首先会瀝干米粒 然后进行辅料的添加配置 滚筒不停地旋转 酱油等调料与米粒完美地搅拌在一起 伴随着旋转 配置好的米粒就流了出来 这些用于包裹大肉粽的糯米 表面呈深棕色 散发着浓浓的酱香味道 机械化的流水线 不但没有改变糯米处理的工艺 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保证了淘米浸米 拌料的质量统一 从而保证了粽子的品质稳定 这也许就是五方斋粽子 千殿一味的秘密所在吧 切入车间 开始了紧张而又忙碌的工作 这些冷鲜肉经过了18道检验工序 才来到了这里 一块块肥肉经过传输带 切入鸡 就被切成了一块块小肉块了 肉块经过传纵带流出 这时还要通过人工 把那些切割后 品向不好的碎肉块分剪出来 只选流那些尺寸大小 均匀达标的肉块 对于猪的后腿肉 先要经过人工挑剔 剔除肉中含有的粘膜组织 以及品向比较差的部位 经过传输带 切肉机 切割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机械化的切肉流水线 确保了原料肉规格的标准化 经过切肉流水线后 对肉块的大小品质的挑选 是五方斋追求品质 严把质量观的一种态度 切好的肉块 要分门别类进行装框 不同规格重量的粽子 所需要的肥肉瘦肉的规格标准 以及重量也是不同的 所以在每一框肉上 我们都会看到 有一个塑料的标记小牌 仔细看 您还会发现一个细节 成肉的框都是红色 在每一组红框的下面 都有一个蓝色的框 这个蓝框其实是为了 避免肉与地面接触 从而保证肉品的安全卫生 拌肉是对原料肉 进行的配料处理 拌肉时 瘦肉和肥肉 需要分开单独调制 肉块进入拌肉机 加入盐等一些调料 伴随着机器不停地旋转 肉块和调料充分地吸收搅拌 八分钟后 调料已完全进入肉块 这时肉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味道 调料的配方虽有所不同 但一直都是遵循流传百年的传统秘方 使粽子不仅香气扑鼻 而且口感独到 成为五方斋大肉粽 美味的秘诀 现代机械化的拌肉设备 提高效率的同时 也保证了肉块调味的均匀 保证了味道的一致 调拌好的肉块 根据不同的规格 需要分别装框 这些调拌好的肉 就可以用来包裹粽子了 这里是裹粽车间 这里面既有嘉兴当地人 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 既有果粽经验长达二十多年的老人 也有刚刚加入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五方斋每年生产的近三亿只粽子 全部出自于他们之手 并且全部是手工包裹而成 像这样的台秤 纵一时人手一台 用来衡量粽子的重量 粽子在上面不停地跳跃 似乎还没落稳 另一只就已经快速地跳了上来 两张弱叶背靠背叠在一起 在纵一时的手上 被快速地折成一个三角兜型 添加糯米 再添加两块瘦肉 一块肥肉 承重 包裹 绕线 打结 简单而又连贯的动作 一个粽子就完成了 他叫刘光荣 别看他年纪轻轻 可是综艺师中的高手 他从事果粽已经有三四年了 一分钟能包裹六至七个粽子 平均不到十秒钟 就可以包裹好一个 一天下来能包两千多个 若大的果宗车间里 每位综艺师的动作和神态 似乎高度一致 伴随着双手不停地翻飞 一个个精美的粽子就成型了 在车间中央的输送带上 一框框带有手心余温的粽子 要经过技术统计 称重 抽茧后 就会被倒入一个个巨大的铁框里 这里四处弥漫着粽子的浓浓香味 蒸煮粽子的设备 叫做蒸汽烧煮锅 像这样的蒸煮车间 五房斋共有两座 一共有六十四个蒸汽烧煮锅 装满粽子的铁框 被天车吊起 放到锅里 一锅放五框 总数大概有两千五百只 粽子的品种不同 个头大小不同 蒸煮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新鲜及时的粽子 蒸煮时间会长一些 需要蒸空包装 或者是冷冻宝藏的粽子 蒸煮时间就会偏短 一般需要蒸煮四十到六十分钟就熟了 松动锅盖的螺栓 在蒸汽四溢的同时 粽香味也飘逸出来 在天车的移动下 一筐筐热气腾腾的粽子就出锅了 经过短暂量制的粽子要进行冷却 这就是冷却隧道 一筐筐粽子被天车吊到隧道口 隧道中的鼓风机进行快速风冷 在隧道出口处 巨大的铁框翻转 粽子就被倒在了传送带上 传送带上的粽子缓缓地移动着 一台台鼓风机不停地快速旋转 在高速的风力下 粽子被进一步冷却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十五分钟 这时 弱叶外表已经干燥 里面的馅料温度也已经比较低 经过冷却的粽子被传送带送到了点粽机上 粽子要被清点数量并进行装框 点粽机上端有不同长度的挡板 这样粽子就会进入不同的出口 在点粽机的出口处安装了红外线装置 每当有粽子通过时 点粽机仪表上的数字就会变化跳跃 伴随着数字的不断跳跃 一个个粽子经出口流到了框里 传送带上一框框粽子 缓缓地流向尽头 到达成品库房 新鲜实用型的粽子就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的餐桌了 真空实用型的粽子将在这里完成最后的包装 把粽子装入保鲜袋 考验的是速度 一手撑袋 一手装粽 每一个人动作都是如此的麻利 状态都是那么富有激情 像这样规格大小的粽子 一般一袋装三只 装袋后的粽子被整齐的麻放在真空机上 进行真空速封 麻放粽子 动作看似简单 但也需要速度与激情 速封好的粽子 经过抽茧 装入铁盘中 这种个头巨大的设备是高温灭菌锅 经过真空速封的粽子 要在这里进行高温灭菌 从而保证质量安全放心 短短的几分钟 短短的几分钟 粽子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粽子在常温下能够保存六个月 这台巨大的设备叫做单洞隧道 它的内部温度达到了零下37摄氏度 每小时输送量能够达到一吨左右 一框框常温的粽子倒入冷冻隧道入口 缓缓地流静 大概经过半个小时的旅程 就到达了出口 这时 粽子就已经被冷冻成型 一个个被冻得硬邦邦的粽子 不停地经过传输带到达点纵机 流入筐中 经过速冻的粽子 低温保存保质期能够达到九个月 可以随时满足您的保餐欲望 五方斋粽子的工厂化生产 提高了生产速度 扩大了产量 实现了质量标准的统一 但是并没有简化粽子的生产工艺环节 它始终坚守着传统的配方 坚守着传统的果粽记忆 坚守着始终如一的味道 大肉粽那独有的弱香 肉香米香 娇融四溢 软软的 糯糯的 一路钻到了心间 好了朋友们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